接着来到墨西哥北部临近美国边界的一所监狱 在当地时间元旦清晨发生暴力劫狱事件 有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枪手开着汉马车突袭 跟狱警爆发激烈枪战 监狱人犯就趁机暴动 混乱当中至少有14人死亡 另外有24名囚犯脱逃 这起监狱暴力事件发生后 许多囚犯家属感到欲外关切 大批鹤枪实弹的军警也在现场严阵以待 墨西哥检方表示 当地时间星期天清晨7点左右 枪手驾驶防弹武装车辆 抵达这处位于美墨边界城市华雷斯的监狱后 便开枪对狱警展开攻击 引发监狱暴动 混乱中造成10名狱警 害4名囚犯死亡 13人受伤 还有24名囚犯脱逃 囚犯家属指出枪手身穿黑衣 比警方的武装更强大 从现场遗留的子弹枪支看来 歹徒显然有备而来 墨西哥军警在案发后5个小时 终于掌控局面 但目前还不清楚歹徒身份 检方正在深入调查整起事件 而在这处监狱遭攻击前几分钟 附近街道曾爆发警匪追逐站 有4名歹徒被捕 一部卡车遭扣留 另外当天在华雷斯另一个市区 也发生一起武装攻击 有两名开车枪手遭警方击毙 这两个案子是否跟监狱事件有关 仍有待检方理清 墨西哥监狱暴动事件实有所闻 去年8月同一家监狱 就曾发生敌对帮派冲突 造成11人死亡 而华雷斯当地的贩毒黑帮 更是暴力猖獗 过去15年来 已经有境外人因此丧命 故事新闻在惠民变异